你怎么在这里啊 你不是说你去上班吗 你怎么来了 我来这里玩一下 代宝宝来玩一下 玩到这个地方里面 好不容易睡着了 那我干什么 你跟我说你要去上班 你来公园躺着 上班太累了 我就在这休息嘛 你是不是在这里等谁啊 等哪个女的 就在这里睡觉而已 那你为什么不在家睡啊 班也不上 还骗我说你要上班 不要上班太累了 不想上班 那你带小孩吧 我去上班 小孩你也不带 带小孩还是女人做事情 小孩你也不带 班你也不上 上班了 你带小宝宝去上就行了嘛 让我去上 我太累了 你知道吧 你带小宝宝花不了多少时间 花不了多少 也不是很累啊 然后你带他去上班 也能赚钱 也能带包 是不是 你这个人不带宝宝 你还要叫带宝宝的人去上班 你是不是脑子进水啊 我早晚会有钱嘛 你天天在这里挡 梦里有啊 上班不可能发宅了吧 上班只能赚那么一点的生活费 你天天来公园里面睡觉 钱就来了 他自己走过来啊 哎呀 我哪里只在睡觉嘛 我也在想办法赚钱 对吧 想了你不要骗完 你要诚实 能不能上进一点 我告诉你啊 今晚一定能有三千块钱的收入 我看你是梦里有吧 肯定有三千块钱的收入 你回家等我就行了啊 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是不是又叫你那帮活奔口 又来这里跟你一起赌钱 哎呀 那什么叫赌钱 那个叫赚钱 我今晚上给你赚三千块钱回去 行不行 你先回家等我 上班是没有钱赌的 上班是赚不到钱的 你赚到了吗 我问你 你已经把我们家书的 连个锅都要没有了 哎呀 赚这个钱嘛 有书有赢嘛 这不是很正常吗 我问你 你赚了吗 现在家里面 电费都加不及 再不加的话 人家店都要断了 到时候我们怎么办 所以啊 我说你带着小宝宝去上班 先赚一点来维持生活 对不对 我这个是赚大钱 你那个是维持一点点生活嘛 我去上班 我倒是想去啊 哪个老板愿意要这种 带小孩的宝妈 根本没地方要 你不去上班 那你去跟你娘家拿点钱来用 不要老是 天天来闹闹闹我的 烦那很 跟我娘家自从跟你结婚 我每次都要找我家要钱 你看 我们每次要还的吗 哎呀 你家有吗 你是她的 他们的女儿啊 他们爱你那很正常的 知道吧 那给一点钱 怎么的嘛 那你家怎么不爱你啊 哎呀我家没钱 有的话能不爱吗 你要是在赌的话 我们就离婚 你天天说这种不吉利的话 我没有再跟你开玩笑 你要是今天继续赌的话 我们明天就去离婚 随便的 随便的 我干嘛呀 哎老婆 走跟我回家吧 你不在家这几天 家里都乱套了 你们都离婚了 你还叫我回什么家呀 哎呀 离婚什么婚了 老婆 以后我改了 我不赌钱了 行不行 走跟我回家吧 我已经给你很多次机会了 你还是没有改变 现在我不会回去了 家里现在好乱啊 你不在家几天 家里都不成家了 我以后再也不赌了 我求你了 跟我回去吧 我真的好想你啊 不要来我家 你走吧 我会回去了 哎你不要这样啊 老婆 走吧 跟我回家吧 家里面什么都需要你去做啊 你看现在家里面什么家务啊 那些都没有人做 你不会自己做吗 什么都等着我做 可是我 我想了我要上班了 我现在我要好好上班了 老婆 我不赌了 我不 我不游手好闲了 你以前怎么说 你以前让我带着孩子去上班 然后回来还要做家务 哦 现在 你就上个班 还要我回去做家务 你来搞笑的吧 你 不会了 老婆 我不让你去上班了 你就在家好好带宝宝 然后在家里面煮点饭就可以了 家务后呢 我也会回来跟你分摊的 你就跟我回去吧啊 好不好 我求你了 求也没有用 我现在在我家挺好的 我什么都不用做 你带着小宝宝来在你娘家 生活这怎么能行嘛 一两天 他们是能习惯的了 但时间长了 他们也会嫌弃你的 也不想让你在家里面的 他们跟你不一样 我不让你来你娘家药权了 走以后我养你们好不好 你快走吧 等下我 他们回来了不打死你 求你了老婆 你不要这样嘛 走跟我回家吧 宝宝呢 在里面 走跟我回家吧 你自己回吧 那个家我就不想再回去了 走啊 一回到那个家我就伤心了 走以后我不赌了 我一定会好好上班 你一定会好好赚钱养你们 你重新找个老婆吧 然后每个月赚的钱 拿一点来给宝宝做抚养费就行了 你的四围就不想再回去了 走 走嘛 走吧老婆 求你了快回家吧 走吧